北市先前才发生了中正区国小 有老师把去年同一份自然考卷拿出来重考 现在又有文山区国小的家长控诉了 学校的英文老师竟然没有改英文听力测验的题目 考试时全班学生都听到了考题内容是前年的 更离谱的是这组音听题目老师是连续用了三年都没改 老师声称说音听的范围本来就不多 重复性会比较高所以没有更改题目 对此校方表示目前已经紧急拟一份补考试卷给学生重考 未来也会特别提醒老师更改命题方向 适逢学校期中考周学生不知道考题会出什么内容 只能卯足全力文习功课 却有家长控诉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国小 11月2号当天英语期中考 但考听力测验时全班学生都清楚听到题目跟前年的一模一样 更离谱的是有些同学去补习班写过109学年度的期中考 题目也相同让家长好傻眼 老师竟然连续三年音听题目都没改 确实音听的部分他没有改 他教学内容希望学生能够经手 那范围不大 就这样一句他衍生出来的单字文法句型 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非常多样 所以才会有重复 校方证实音听题目的确相同 已经跟学生和家长致歉 未来会特别提醒这名老师更改出题方向 但也强调这次的考试内容还是能充分辨别学生程度 那请他重处考题鉴别度是一样 就是考出来学生成绩并没有大的差 至于老师陈储 校方还有开会讨论 但先前才发生中正区明星国小 有老师把同一份自然考卷拿出来重考 现在又出现类似状况 北市教育局表示未来会多多留意 都有相关的命题的检核表 还有命题审题的机制 定给学校来做一个执行 毕竟其中考考题内容 攸关学生学习成效 也难怪家长们特别关心 记者学家云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